大家好 我是小菜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 家常清熟解热下滑汤 干爆完花几根 放到大碗里 接着倒入清水 清洗一下 然后再浸泡20分钟 锅中倒水 排骨冷水下锅 大火烧开 撇去上面的浮沫 烧开后煮两分钟 再捞起沥水洗净 离一个去皮 也可以不去 再把离去盒切成小块 然后再准备几片姜片 准备一个砂锅 把处理好的骨头放进来 姜片也放进来 切好的梨也放进来 接着倒入满满一锅清水 中途不能加水 最后放入泡好的霸王花 大火烧开后 转最小火 放进一个汤勺 防止一锅 盖上锅盖 慢火煲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 汤香甜滑 放适量盐调味就可以了 今天家常老火 清热下火 把王花梨汤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分享 点赞 关注 观看 计划 看 看 浅